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还没完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来看看兼营和混合销售那些事 那首先你要搞清楚 什么叫兼营 什么叫混合销售 然后接着他们各自应该怎么样去计税 这块呢是非常容易考选择题的 那大题里边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混合销售的思路 咱们得搞清 那通过一张表 咱们就能把这块的所有知识点都说完 内容比较少 那先来看看兼营 所谓的兼营就是多种经营 比如说我一个超市 我卖的货种类非常多 既卖日用品 也卖什么零食 还卖一些什么农产品是吧 那这时候他们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率征收率 没关系 这就是兼营 我分开来记就行了 或者说我不光卖货 我还提供一些服务对吧 我还有什么咨询啊设计啊等等服务 偶尔我还卖卖房子啊 卖卖商标专利啊 那这个时候多种经营 它对应不同的客户 有人来我这买货 有人来我这接受咨询服务 有人呢可能来我这买房子 对吧 这是不同的事 所以它就是多种经营 各算各的税好了 那如果我能够分开核算 当然它就适用不同的税率 或者征收率来计税好了 但如果我没法做到分别核算 分不清楚都乱成一团了 那这时候肯定国家不能吃亏是吧 它就从高计税了 所以征税的时候你分不清楚都是从高从严来征的 但如果是要给你退税 你分不清楚 那肯定就从低来退税 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权 这是奸营这块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混合销售 混合销售它得满足条件 它指的是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到货物和服务的情况 强调一件事 比如说 我把货卖给客户A 然后我又对客户B来提供服务 那这个就不是一件事 这个就是奸营 但如果说我就是对客户A 我把货卖给他 我还负责给他运输 那这时候你看 既涉及到了货物 还涉及到了服务 那他就算是混合销售了 那如果我是卖给他不同的货 这算不算混合销售啊 都是货物 我寄卖给他这个 可能一个电盘锅 然后我又卖给他一个空调 都是货 这个不叫混合销售 注意啊 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必须涉及到货物和服务 它才叫混合销售 换一样 它就不是了 那如果这事判定是混合销售了 应该怎么计税呢 注意 主业计税好了 如果你的主业是卖货 那就按货物来计 如果你的主业是服务 那就按服务来计税 看情况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一个电气城 卖一个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价值3000块 然后我们又收了100块的运费 给送到价 那这时候注意 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到 这个卖货洗衣机 还有交通运输服务 它就是混合销售 应该按主业计税 那电气城的主业 当然就是卖货咯 所以这3100不用分开 它一块按照货物来计税 好了 这是一项 那接着咱们再换一个 说假设我是一个医院 对吧 医院主要提供的 就是医疗服务 对不对 那医疗服务 同时还会卖一些药啊 有人来看病 做了检查 然后又买点药走了 那这个不就是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到货物和服务吗 好 那如果要交税 它怎么交呢 当然按主业 就是按服务来计税了 所以那个药和相应的医食服务费 检查费都一块按服务来计税 这就是混合销售这块的概念 要分清 那一般的兼营混合销售 咱就说完了 但是接着还有一个特例 这个很特殊 表面看起来 它就是混合销售 但是计税的时候 咱们不按照混合销售计 咱把它当作兼营来对待 注意一下这的关键词 说的是销售活动板房 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等 自产货物的同时 又提供建筑安装服务的 它不属于混合销售 应该分别核算 分别计税 也就是按照兼营来处理咯 可是你看啊 这明明卖的就是货 然后又提供了服务 确实表面看就是混合销售 但是按混合销售计税的话 就得挑一个主页 那这个主页不管是卖货 还是说按照这个服务 它都有点不合适 你比如说 咱们是一个活动板房的生产厂家 自己生产了板房来卖 这个板房卖20万 然后咱们负责给它安装好 收费10万 那现在一共收了30万 对吧 既卖货又给安好 这时候如果按照主页来计税 说咱们主要是卖货 按照卖货来计税 好像这税负有点高 因为卖货的话 货一般是13% 而建安呢 一般是9% 是吧 那咱那是人不高兴啊 是吧 这税负有点高了 但如果说让你这个 都按照建安服务来计税呢 这国家又有点吃亏 觉得这税率太低了 因为在卖这个资产货物 同时提供建安服务的时候啊 这建安服务通常分量也不少 所以这块我们认为 还是干脆分开吧 是吧 各算各的 这样的税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就给分开核算 分开集税了 所以这点大家要搞清 但是 那如果你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就还是按我们一般规则去判定了 比如说 这儿你卖的不是自产货物 而是外购货物 那这个外购货物 就不能使用这儿的特例了 或者说 你卖的是自产货物 但是你同时提供的不是建安服务 你同时提供的是运输服务 那这运输服务收费能有多少啊 这个不行 还是一般情况 所以 自产货物加建安服务 这关键词要基准确 那这样咱们就把 兼营混合销售的一般情况 以及特例都说完了 那接着来做做题目 看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 好 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属于 这个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的是什么 注意啊 混合销售里 咱们强调的是 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到了货物和服务 咱们对照关键词去给它匹配 来看 商场销售相机以及存储卡 注意相机也好 存储卡也好 这都是货物对吧 相当于你既卖这个货又卖那个货 这叫兼营 另外 商场销售办公设备 并且提供送货服务 卖办公设备这是买货 然后送货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 所以这块没错 它就是一件事叫混合销售 另外 c 疗养中心提供住宿并且举办健康奖座 住宿这是生活服务 健康奖座呢 你是文化服务 是吧 它都是服务 所以服务和服务 这个它还是兼营 不叫混合销售 另外 健身房提供健身场所 并且销售减肥药 这个减肥药确实是卖货 然后提供健身场所 这个确实是服务 但是 它们是不是在一项业务里同时发生的呀 不是的 咱们说喜欢健身的人 他也不会去吃减肥药 那想要吃减肥药去走捷径的人 他肯定也不爱动 是吧 所以这块 我们认为它不是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发生的 所以它不叫混合销售 就是兼营 这个里边 咱们最终判定 属于混合销售的就只有B了 再看一个 也是问我们那些属于增值税 混合销售的 A说 4S店销售汽车 以及内饰用品 那你卖的是不同的货物 对吧 都是货物 这不叫混合销售 另外 B 商场销售空调 并且提供安装服务 一块卖货 一块提供服务 没错 这个就是混合销售 诶 同学们 一看到安装是吧 可能在想 这是不是那个特例呀 不是 特例咱们说的是 销售的得是 自产货物 同时提供建筑 安装服务 这才是特例 但是你这商场卖的空调 肯定不是你自己产的呀 对吧 肯定是你外购的 所以它就按一般规则来处理 就是混合销售 好 另外 餐厅提供餐饮 以及音乐舞蹈表演 这两个 它都是服务 所以也不叫混合销售 是监营 另外 B 酒店提供住宿 以及机场接送服务 那住宿服务和机场接送服务 它都是服务 是吧 这也不叫混合销售 所以还是选上B好了 好 那这样 咱们就把这个 监营混合销售说完了 接着 咱们再来做一个阶段总结 那首先 监营说的是 多种经营 互不干涉 你能够分开核算 就分开来计税 好了 用不同税率 或征收率 如果分不开 那就同高计税 这是监营 然后接着 混合销售 它强调的是 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到货物和服务 那这个时候 咱们是按主业来计税 要么按货物销售 要么按服务来计税 总之 二选一 找主业 但是注意 一项销售行为 一项销售行为 如果你涉及到的 不是货物和服务 而是 都是货物 或者都是服务 或者是什么 服务和无形资产 或者什么 一个货物加上什么 不动产之类的 总是种种组合 只要它不是货物加服务 那么这个通通 它都不叫混合销售 好 比如说我卖不同的货 比如说我提供不同的服务 比如说我卖货 捎带着转让一个技术 或者我卖货 捎带卖个房子 那个通通都是 兼营分开来计税的 好 另外特例 也要注意 销售的得是自产货物 同时又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那这个是按兼营对待 不是混合销售 分开计税的 好 这是征税范围里的 又一块内容 兼营混合销售 好 那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看看特殊的销售 这儿呢 提的内容并不多 就两类 一类是执罚部门 查处的商品 还有就是预付卡的问题 那咱们先看第一块 说执罚部门和单位 查处的商品 那这个要拍卖的 拍卖之后 收入要上缴财政 那这块你卖货的收入 要不要正常交增值税呢 不需要 因为这块 罚末收入交财政 你那个税款不也交财政吗 所以都是一样的性质 那就没必要再单独的去交税了 这是一个 然后接着 如果我们是一般的单位 那我们从拍卖会上 买了这种特殊的商品 然后再转手卖出去 要不要交增值税呀 那肯定交 就是正常情况了嘛 对吧 所以要分清楚 是谁来买东西 好 接着再来看 预付卡的业务 预付卡这儿 咱们有单用途预付卡 多用途预付卡 现实中太常见了 那单用途预付卡 就是说 在本集团或同一品牌 科学精英体系内来使用的 比如说 我到魏多美蛋糕房 是吧 我去充值了1000块 买了一张这个蛋糕卡 然后呢 以后我就可以拿这张卡 到所有的魏多美的门店 就进行消费了 但是我去 好力来 他就用不了 他只能魏多美来用 是吧 这就叫单用途的预付卡 那多用途预付卡呢 又叫支付机构预付卡 他其实啊 这个卡呢 他有很多的特约商户 在特约商户范围内 你都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 我去办了一张美通卡 充值了1万块 充完值之后呢 这张卡可以在美联美超市消费 在物美超市 在什么华联商场 他都能用 所以这个就叫多用途预付卡 或者叫支付机构预付卡 所以这概念 肯定有咱们平时是接触过的 关键是 他怎么计税 在这儿 单用途和多用途 他们其实计税规则一样 所以咱们就说单用途 那个多用途 你自己可下去琢磨琢磨 好 先来看 第一个 就是售卡方 销售单用途卡 或者是接受充值 取得了预收资金 这块是物交增值税的 原因很简单 我卖了一张卡 1000块 人家充值了1000块 那我拿到这笔钱了 没错 但它是一个预收账款的性质 是负债 这个钱虽然收到了 但我并没有断到 因为活没干 货没发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不计税 但是人家客户交来这么多钱 人要发票怎么办 可以开 没问题 但是只能开普通发票 不能开专票 这是其一 然后接着 说咱卖卡会不会赚点好处啊 会的 咱们发行销售单用途卡 并且办相关的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会赚到钱 叫手续费啊 结算费 服务费 管理费等等 这些收入要正常交税 比如说你卖一张卡会拿1%的手续费 是吧 这个钱就是你的这个正常的业务收入 然后接着就是持卡人持卡去消费了啊 他真的买货或者服务了 那这时候那个货物或服务的销售方应该按规定去交增值税去 比如说咱们在魏多美是吧 办了一张1000块的充值卡 那现在我拿着这张卡去店里消费了 买了可能100块钱的面包是吧 那这个面包卖出来了 这100块钱 那个销售方就得正常去交税去 所以注意啊 刚才咱们预收资金的时候没交税 但是现在真的发货了 真的提供服务了 就得正常交税了 但是这儿能不能再开一张发票出来呀 不行了 因为前班充值卖卡的时候已经开了发票了 所以这儿真正持卡消费就不再开增值税的发票了 这是一点 然后接着 如果说咱们是魏多美的A店卖了这张卡 回头呢 客户真的拿着这张卡就来A店消费了 那好说 钱就在A店这儿是吧 他收了钱啊 现在就是他赚了钱 这个没问题 但如果说是A店卖的卡 可是实卡人拿着卡到B店消费了 怎么办 这时候那个销售方和售卡方不是同一个人 那这钱怎么办呀 你看啊 A是卖卡的这方 他卖卡可能卖了一千块的卡 或者接受充值了一千块 他是没交税的 对吧 然后持卡人到B店来消费的 假设消费了一百块 那B店是不是真的卖货了 他要交税呀 可是他卖这货的时候 他只是刷了一下卡呀 那个钱怎么办 钱其实还得从A店这儿转给B店 好 那A店转给B店一笔钱 B店是不是就得给A店来开一张发票呀 好 那这张票也是普通发票 并且在备注栏里要注明 收到预付卡结算款 好 这个只能开普票 开不了专票的 那么这样 你看啊 A店卖了一千块钱的卡 然后回头呢 消费者拿着这个 假设都在B店花了 那回头B店和A店办理结算 A店把钱转给B B呢 给A又开了发票 那这些发票 你想想 他是不是就可以作为一个被查资料 来证明 A店这个预收的一千块 是不用交增值税的呀 没错 就这意思啊 说售卡方 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 作为其销售单用图卡 或者接受单用图卡 充值取得的预收资金 不缴纳增值税的凭证 留存被产好了 就是因为预收 你不征税 真正消费 在征税 所以这个道理 大家要能够想通 其实关键内容就是两点 就是卖卡 或接受充值的时候 收钱不交增值税 什么时候交呢 真正的卖货 或者提供服务的时候 才交税 这是核心啊 其实后续咱们讲到增值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还会说 以预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通常是要等发货的时候 才产生纳税义务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个支付机构预付卡 也就是多用途预付卡 我就不再说了 内容跟刚才几乎是一样的 自己去浏览一遍好了 然后接着 这儿还提到了加油卡的问题 其实加油卡 跟咱刚才说的预付卡 它就没区别 它就是一个 这个单用途的预付卡 我去中石油办了一张加油卡 是吧 那我充值了一万块 那中石油收到这笔钱交税吗 不交 它是预收账款 对吧 那等我持卡消费的时候 我到哪个门店去消费了 他发一批货 他就寄一个税好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这是咱们说的 征税范围里的特殊销售 然后接下来 征税范围里还有一块 就是不征增值税的情形 这个呢 也是选择题的考点 那条咱们都得知道 首先提到第一个 代为收取的满足条件的 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业收费 这些基金啊 收费啊 你都上缴财政了 那满足条件 这块不征增值税 另外二和三比较重要 这在以前咱叫非营业活动 说的是什么呢 是单位个体户和员工之间 互相提供服务 那举个例子 说咱们这个假公司 是一个设计公司 对外咱们会承接一些设计的活 好 那现在乙公司 从咱假公司这买了一个设计服务 给了一百万 那假公司交不交增值税啊 当然要交了 是吧 那这个 这个设计服务 它属于我们现代服务里的项目 要正常交税去 假交税 但是呢 假把这活交给他 公司里边的那个设计师张三 来干了 那他给张三发了十万块钱 那这时候你说 张三收这十万块钱 要不要交个增值税啊 不用 因为张三是假公司的员工 他干活就是他分内的事 是吧 他是取得工资的服务 那这块不用交增值税 所以注意啊 单位或个体户 聘用员工为本单位或雇主 一共取得工资的服务 不交税 然后反过来说 哎 说现在这个单位或个体户 为员工提供点服务呢 比如说 假公司为员工提供了一个 搬车服务 交不交税 不交 因为咱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对吧 这叫非营业活动 他们不交增值税 所以单位个体户和员工 双向服务都不交税 另外就是啊 一些个各党派啊 共青团 公会 不联等等啊 他们收的党费 团费 汇费等等啊 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收的汇费 也属于非经营活动 也是不征增值税的 另外第五个 存款利息 这个很独特 要注意 比如说 咱们自己在银行有点存款 是吧 我赚到了利息 或者说 我是一个单位 我在银行也有存款 也有利息 那这个 你要从这个 咱们增值税的角度来看 它属于什么 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 对吧 咱们赚取的这个利息 应该叫增值税的 但是 考虑到 不管是单位 还是个人 多多少少 你总会有点 这个存款吧 是吧 哪怕你一位数 你也是存款 总会有那么点利息 这个涉及到的人 太多太多了 那咱们干脆就 不征增值税好了 所以存款利息 它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那什么利息 证实呀 贷款利息 也就是说银行 你往外放贷 是吧 那你赚的那个利息 就是金融服务 贷款服务 要交税 但是储户在你那存钱 那个你给他的利息 这个储户不用交税 所以要分清楚 这个方向不同 接着 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不征增值税 因为保险赔付 它是我们损失的一个弥补 对吧 我这出现了这个事件 那你才赔我钱 对不对 我这没有出现 你是不会赔的 所以他不是赚到的钱 它是损失的弥补 不交增值税 但是反过来说 保险公司收保险费 要不要交增值税 正常要交的 它属于金融服务 接着 这还有第七条 说的是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规定的其他的情形 这里边有一些细节 得看一看 第一个 说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 属于公益活动为目的的服务 不征收增值税 这事咱们在 市同销售里 是不是已经提过了 你无偿提供运输服务 是根据国家指令来的 那肯定是公益活动 比如说 去海外把华人华侨接回来 然后或者是 咱们去给灾区运送点救灾物资 这个都不是市同销售 不征税的 还有第二个 房地产主管部门 或其指定机构 或者公基金管理中心 开发企业 或者物业管理单位 他们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是不交增值税的 这个不管是谁收这个钱 这个钱它都留不下 它是一个专门的资金 用来这个可能咱们房子 以后的一些个维修 这个工作的 所以这个钱 不交增值税 然后接着 第三个 说到的是资产重组的问题 你比如说 咱A公司 被B公司给吸收合并了 那是不是相当于A 所有东西都给了B了 那是不是相当于A 把货卖给他了 把这个房子地什么 也都卖给B了 那你说卖房卖地卖货 要不要交增值税啊 注意不需要 因为资产重组 咱不是说简单的卖货 卖房卖地的事 咱是把资产 还有相关联的债权 负债劳动力 一并的做的转让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位 即便是涉及到了货物 什么房地产等等转让 它也不征增值税 当然这个重组 有可能你是一步到位的 直接咱A就被B给核定了 是吧 它也可能是多次转让 像EPP的转让 最后都卖个B了 也有可能 那不管怎么样 只要属于这个资产重组的 这个方式 那里边的货物 房地产都不需要去交增值税 这不涉及到流转税的 当然不光是增值税 这有优惠 其实在像土地增值税里 包括像这个企业所得税里 也都有特殊的一些处理 一些照顾 接着再来看第四条 这个内容算是一个全新的内容 很新的 说自20年1月1日起 纳市人取得的财政股贴收入 他有可能要交税 强调的是 与其销售货物 劳务 无物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收入 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 应该计算增值税 但如果说是其他情形的 财政补贴收入就不征税了 最关键词你要知道 就是财政补贴收入要不要征税 取决于跟你的收入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是不是挂钩 挂钩就交 不挂钩就不交 那如果他交税的话 按什么交啊 就按你销售的适用税率来交呗 是吧 比如说你卖货用13% 那你这儿 因为你卖货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 也就按13%来计税好了 所以这是他的基本情况 这个跟以往就有区别了 以往咱们财政补贴里 你比如像中央财政补贴 他就是不征税是吧 以前是有这样硬性规定 现在比较灵活 要分情况来考虑 这块就特别要小心选择题了 很容易涉及啊 另外这儿还特别提到了一句话 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呀 它是从20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 对吧 那你说如果我20年1月1号以后 收到19年12月31号以前的 中央财政补贴收入 要不要记事呀 比如说这儿给了例子 说以前销售新能源汽车 会给一个中央财政补贴 是吧 那要不要记事 不需要 因为你是20年以后收的 但收的是以前的 这个中央财政补贴 以前咱还没有这样的政策呢 所以他就不用拿税了 但如果你20年以后 收到的是20年以后 你销售新能源汽车 给的那个中央财政补贴 那个跟你的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有关系 他就得交税 所以要分清楚 这样咱们就把这些个 特殊的征税范围和不征税的范围 也说完了 那接着来看看典型题目 这块主要是选择题 一个19年改编的单选 说根据增值税的相关规定 下列表述正确的是什么 A说 单位取得存款利息 应该缴纳增值税 刚才咱们不说了吗 A说存款利息是不交增值税的 不管是单位放到银行存款 还是个人放到银行存款 这个都不用交增值税 然后B 单位获得保险赔付需要交增值税 不对 保险赔付是咱们损失的一个弥补 这个不交税的 还有工会组织收到工会经费 应该缴纳增值税 不用客书的一些个什么会费呀 什么党费呀之类的这些内容 他都不缴增值税 然后单位2020年取得当年的 与销售收入挂钩的财政补贴 应该缴纳增值税 没错吧 你收的是20年以后的 就按照新政策来执行 只要跟你的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挂钩 这财政补贴就得交税 所以选上B好了 再来看一个19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行为应该 适同销售缴纳增值税的有什么 适同销售的事咱怎么放到这了 因为他跟我们这儿的一些内容 也有关系啊 所以咱们还得看看 A说在线教育平台 提供免费试听课程 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 咱们中华快递网销 咱们提供免费试听 是吧 你要不要适同销售呢 注意啊 考题你别去自己发挥想象 你得看他的这个 给出来的条件 咱们说无偿提供服务 这个就要适同销售 除非你是公益目的 或者像社会公众提供的那个除外 但是这儿只说了免费试听 只说了无偿 他并没有说是公益目的 或者像公众 是吧 所以这个事咱就适同销售好了 然后B 说化工世纪公司 以固定资产入股投资 你拿固定资产去投资 这个要不要交税呢 咱们不管是资产的货物 还是外购的货物 你去投分赠 是不是都要适同销售啊 所以没问题 一定适同销售 好再看C 说健身俱乐部 向本单位员工免费提供健身服务 我们强调了 单位给员工提供服务 或者员工给单位提供服务 这是不是双项服务 都是不征增值税的呀 所以这不征 然后接着 D 煤矿公司为员工购买这个瓦斯报警装置 你买这个东西 也算是你给这个员工买的一点东西 但是它呢 是正常这个生产过程中 正常经营过程中 需要用到的 对吧 这个也不用什么视同销售 而且呢 我们认为你买这个瓦斯报警装置 外购 它也没有用于什么投分赠啊 是吧 你用的是正常的办公 它不是视同销售 然后接着E 说食品有限公司 将外购食品给员工发放福利 外购投分赠才视同销售 你发这个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个属于不得抵扣进享的范围 所以也不能选 那视同销售的就是A和B这两个 再看18年的一道单选 下列收入中不征收增值税的是什么 A说 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损失的补偿 这个不征税 所以咱们直接可以选上它 当然你打X打勾都行啊 但是你最后要知道 我选那个带X的还是带勾的 然后B说 电力公司向发电企业收取过网费 这个得征税是吧 所以不选 然后C说 销售机器设备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取得的安装费 那这个肯定要征税的吧 对吧 但是咱得看 你如果是自产的货物 同时提供建安服务 咱们是按兼营对待 那如果你是外购的货物 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就是混合销售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事儿 那肯定征税 对吧 B说 销售代销货物取得的收入 那肯定也征税呀 代销业务里 委托方 售托方 通通视同销售 去交税去 所以这儿 不征税的 那就是A 好 接着 15年的一道多选题 下列属于增值税 征税范围的 有什么 A说 单位聘用的员工 为本单位提供运输服务 那这一块 咱们说 员工和单位双向服务 是不用交税的 那员工 在单位干活 只是赚工资而已 这不交增值税 另外B 航空运输企业 提供失租业务 注意 一看到 成租 弃租 失租 马上想到 它就是交通运输 要正常交税的 但光租干租 那就是 那个现代服务里的租赁了 总之也是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 对吧 还有C 说出租车公司 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司机 收取的管理费 这样交通运输里边的陆路运输来积税 当然属于征税范围 D说 广告公司提供广告代理业务 这个广告代理也是我们现代服务里 要征税的 D说 房地产评估咨询公司提供房地产 评估业务 这不是也是现代服务吗 所以 很简单 那B C D E都要征税 只有A不需要 因为A是非经营活动 好 这样咱把这个征税范围里的特殊销售和不征税问题就说完了 咱们再做一个小总结 首先这个特殊销售里强调了执法查处拍卖的这个收入是不纳税的 但是我买过来再转售要正常纳税 然后接着就是预付卡的问题 在我销售预付卡或者接受充值取得这个资金的时候 这是预收款 它是不纳税的 等吃卡人吃卡来消费 我卖货了 是吧 我提供服务了 这个时候才交税 那接着咱就说了不征税的 你像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收费 这了解一下 单位个体户和员工双向提供服务 这要特别注意啊 这个不征税 还有一些党费团费会费等等 以及存款利息保险赔付 还有根据国家指令无偿提供运输服务 这是做公益不需要视同销售计税 还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以及资产重组 这些问题呢 大家都要熟悉注意选择 还有特别要关注的就是 今年新增的20年1月1号以后的财政补贴收入 要看跟销售收入数量是不是相关 那相关的就纳税 不相关的就不纳税 纳税的时候用的是女销售的适用税率 这就是征税范围里的这个两个小问题 那这样咱们就花了不少时间 把增值税征税范围这个大的支持点 全部都说完了 咱们一共说了这么几大块 你上来先是税务的划分 给你一个业务准确要给它归类 它到底是属于现代服务里的租赁呢 还是说交通运输啊 还是什么建筑业 还是什么金融服务啊 是吧 这里边咱们所列举的那些项目 特别提及的那项目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背一背 很重要 当然理解的去背 另外就是我们上课没提的 那你课下有余力的情况 你去看一看书 因为这个税务部分实在是太详细了啊 那咱们课上不可能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一遍 所以有的没说咱们挑的都是重点 那你自己去浏览一下 做到比较熟悉 这块容易考选择 然后接着咱们又说了境内境外的判定问题 因为境外单位个人啊 一些完全在境外发生或使用的一些个项目 那他们呢是不需要在中国纳税的啊 要分清 还有就是视同销售 这个超级重要对吧 不管是视同销售行为 还是视同销售货物 那你都得搞清 并且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陷阱问题 比如说用于办公啊 用于交换 这些叫不叫视同销售啊 你得分清 而且视同销售啊 它怎么计算 咱们也稍带着说了一下 提前让大家看了看 然后就是监营混合销售 这块呢 选择题考点 分清楚什么叫混合销售 一项销售行为 同时涉及到货物和服务 那涉及到别的都不管用 就是货物和服务 然后接着就是特殊销售 咱们提到预付卡和这个罚末的这块 关注一下 然后不征税的项目 这些都是选择题的考点 所以整个的这个增值税 征税范围作为一个大的模块 里边需要去掌握的内容非常非常多 大家别着急 咱们还是那个要求 就是模块化学习 把这个点你完全学的 这个没问题了 你再往下去进行 每一步都要学扎实 好吧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